看课,习近平最新军方讲话,暗藏肃杀四项内情组图,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习近平8月17日至19日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19日以讲话方式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这是他消失在央视新闻联播画面19天后在现央视画面,也是他在北戴河会议后, 首度现身新闻联播画面,习在对军队讲话中强调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要求军队绝对忠诚,央视画面显示习谈笑风生,但依应7月政争传闻及刚过去的北戴河会议的紧张气氛,还有军队的真实情况难测,习的这次高调露面发生当中释放的却似乎满是不安和忧虑综合外界报道,四项内情指向引人关注之一, 中南海线北戴河政争,习近平宅基露面,强调自己有向中共央视报道显示,习近平在会中强调要引导全军坚决绝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助劳部队,所谓要对党决队忠诚,的思想根基习近平还强调要落实中共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要宪权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云云台媒中央社报道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后习近平已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之资, 再次出现新闻联播,并强调全军坚决绝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次有凸显大权,特别是军权在沃德意味7月以来,北京政局诡异疯传北戴河会议陷入政争,甚至政变7月上寻中共新华网, 突然转载中共总书记华国锋认错仪式,被指示影射习近平,央视新闻联播时又突然出现, 有黑衣人抢入直播党镜头的失误,之后官媒对习近平的宣传一度降温,同期网上流传, 北京要求撤下习近平画像的通知陕西社科院要立项征集研究的梁家和大学问, 也被叫停差不多同时,政治流言突然满天飞,声称中共元老拍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 王沪宁被迫下台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 替换习、刘鹤和王沪宁的人选以敲定等等,甚至传习出访, 如当年胡锦涛出访回来被消权等等而中共宣传方面对习近平是先议后扬, 栗战书等其亲信高调已定于一尊,对反习势力宣战印证政局诡诀, 习近平上一次现身新闻联播,是在7月31日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会中针对美中贸易战的可能影响提出了稳, 目标在给予外界习近平仍掌握党内大权的信号之外,也泄露了形势不稳的情形。 在7月31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后,秘密进行的中共北戴河会议, 休假持续一周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结束之际, 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一篇文章,援引参加休假者指对, 比以往本次休假氛围有些不同,有些严肃紧张,毕竟面临的形势紧迫。 8月13日中共人大网披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8月10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 北戴河管理部视察的消息,当中也包括视察保密部门中共高层视察北戴河管理部极为罕见, 并且消息涉及基要保密工作,这或于早前北戴河党内分裂,防范加强的消息相呼应。 香港南华早报8月6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今年会议的保安工作比过去, 要严谨得多,今年只有习近平的特别火车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一号月台。 为了确保最高程度的安全措施,习近平的火车沿途每200公尺就有哨兵上岗, 不过外界发现本次习近平参加军方会议时依照网励,身着没有军阶等标记的中共军队的短袖军长服, 并率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提亮,张又霞及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民等人依序进入会场, 和与会人员握手致意,神色与往常并无二致之二,习向军队再要忠诚显不安。 央视报道,没有配送这次习近平讲话的原因,画面显示习近平讲话, 时谈笑风生,待习近平对军队一再提忠诚, 总有让人感到有些意味深长和不安感。 画面显示习近平谈笑风生,视频截图中共军队过去一直掌控在习近平的对立派系江派手中江泽民掌控军权近二十年, 在他的纵容和保护下中共军队贪污腐败横行 另外,为了长期控制军权晋升将军成为江泽民拉拢军头的一种手段 其亲信郭伯雄,徐才后在军中卖官欲决提拔了大批高级军官, 以及一批师团级军官,在习近平上台五年间反腐打虎动作, 不断引发政敌反扑政变,暗杀意伴随其中, 也新加,因谋加成为官方政治热词, 涉及这一定性的包括军队重拿下的郭伯雄, 徐才后以及两人的亲信防风辉,张阳等人, 尽管军权在握,但习近平一直忧虑军队的忠诚问题, 在去年10月26日北京召开十九大后首次军方会议时, 习对军队提出六个必须其中忠诚,听指挥被放到守卫, 而军方也多次回应,让习主席放心, 比如去年12月初的中共全军高级干部学习会上,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量和张又霞都在讲话提出军队, 让维护习核心权威和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添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美国之音,援引中国问题学者张家堆, 表示习近平在这个问题,忠诚上谈的越多越显示, 他不认为一切尽在掌控或者获得了绝对忠心, 澳门的深军事研究员黄东,也在香港苹果日报, 发表评论说虽然徐才后,郭伯雄等威胁, 其统治的军中老虎已除弹, 习近平未必真的对军队忠诚自信以反弹, 军敢为名的全军整肃行动一直未停, 评论还表示习近平除了打倒百余明军中大小老虎外, 还要解散次总部,把全军全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把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写入党章裁军之余, 把剩下的集团军番号全部一笔勾销, 再重编这种种反常行为与其说是自信, 倒不如说是对军队谋反的提防之三习近平发生太子党死党, 刘元呼应大谈独将习近平在19日的讲话中在强调军队反腐败问题, 习声称深入推进军队反腐斗争, 无禁区,全覆盖, 玲蓉忍反腐不会变风转向, 就在习近平就军队忠诚问题和腐败问题提出警告的同时, 被视为在军中反腐中扮演重要角色, 刘元也接受专访, 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的当天, 经常获得反腐内幕消息的新惊爆的微信公众号正式而, 发布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 退役高级将领刘元的独家采访, 虽然采访主题是关于刘元近日出版的一本, 回顾其父亲军事生涯的新书, 但文章标题却是刘元徐才后找我谈过你告古俊山, 还没准古俊山把你整倒了呢? 古俊山,曾担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 2012年因为涉滩遭到调查, 并在2015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刘元本人曾担任总后政委与古俊山市同事, 多家媒体报导, 趁刘元和习近平同是太子党, 也是早年结交的死党刘元是接出古俊山, 以及此后的郭伯雄和徐才后腐败问题的主力军, 杜媒采访中也将刘元称为军队反腐先锋, 刘元除了揭露郭伯雄, 徐才后的腐败, 还表示中共军内反腐, 也是一场持久战, 比如张阳, 房峰辉的问题都是郭伯雄, 徐才后遗毒的一部分当时牵连出来很多人其中, 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 徐才后还严重张阳涉案数额巨大, 作为政治部主任, 他五毒俱全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 中共两名现任军委委员房峰辉, 张阳同天被调查, 目前军中除了亲郭伯雄, 徐才后遗毒也在清房, 张二仁的遗毒德国之声的报道, 认为刘元采访稿此时公开等同习近平发声, 刘元呼应之四席讲话, 重要背景北戴和会前破例不封善将, 反腐还有大动作习近平最新讲话,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 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 习近平对军队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 并晋升一批将官但出乎意料的是, 今年并没有军队高层或晋升上将军衔, 另一方面习近平7月31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还下令, 军方年底必须停止所有经营性的有偿经济活动, 退出市场包括幼儿园在内,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 认为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是在双方互立观, 系上没有晋升上将反映双方正处于决力中, 习近平最近的连串动作就是给军头压力, 如果不听话他现在作为军委主席, 现在有能力把军方省一级高层调动, 但军方也在观察习近平在党内的凝聚力, 尤其最近经济不断出现, 困难这些都在军头的观察范围以内, 刘瑞少认为无论党内或者军方里面暂时没有一个人能凝聚一定力量跟习摊牌, 这要看未来一两年的变化, 因为中美贸易战能对中国经济伤害到哪个程度, 还要看一两年如果到2020年中国经济真的出现很大问题, 不排除反对力量就会凝聚起来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说, 习近平今年不为军中人家关禁绝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7月上中旬政变, 传闻甚销唇上可能有某些中共军中将领参与了这些传闻中的谋划, 二是习近平于7月3日首题定于一尊, 后虽然其左右手力战书, 丁薛祥,赵克志等人跟进弹军中一直没有出现表中潮引起习近平的警觉, 与习风光握手的将领中未来也难保安全视频截图, 另外中共建军节前夕大批陆空军甚至武警的正攻将领被调入海军, 一些海军军事将领则被调到地方军区, 港媒明报认为这些调动表面看是增加跨军种经验, 但其实是掺沙子,甩石子, 利用外来人马对海军加强控制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2015年7月30日正式落马, 次日大陆时政微信公号时举演, 披露郭伯雄对军队的人士插手比徐才后更深海军中多有人马, 中共中央军委新一轮巡视今年4月启动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领衔巡视, 工作重点是丁锦,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中共军方6月刚开, 玩游全军纪委书记集结培训的第二期会议, 相较第一期培训的十位纪委书记这期参加人数大幅增加, 有来自全军复战区及以上单位的纪委官员共47人参加培训, 外界认为此次培训军方宣誓将推动反腐向纵深发展, 以及参加人数扩增暗示军队将会再有更多大老虎落马。